阿伯我來了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.A.Y.阿伯 歡迎來到亞洲最大孤勇者研究團隊 沒錯今天這集影片呢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第六週出的咕咕雞這一隻坐騎藍女王 那究竟呢他值不值得把他給刻出來呢 好那我們首先呢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藍女王就是坐騎的技能 那坐騎技能就是你要穿戴上去 你要套用才會有效果 如果你有十個坐騎 但是你也只能選一個坐騎來套用一個效果 所以這可能是會完全會用不到的一個地方 如果他技能不夠強的話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自身造成傷害時 額外對周圍最多五個目標 包括主目標造成總計 原來的傷害的10%的一個分攤 那基本上呢 他算是一個獨立城區啦 也就是說他是實實在在的 你就是增加10%傷害 那就等於說可以多增加最終傷害10% 那嚴格來講呢算是普普通通 以這個PVP來說啦 如果奴守的話呢 最重要的是輕牛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這個打架的部分呢 就不太可能會去用到這個藍女王 我們輕牛減少10%減傷 還有被控制時間縮短30% 最主要是要後面的這個效果 那基本上奴守最重要的就是這條屬性 所以藍女王的效果呢 基本上PVP奴守用不到 如果是在PVE的部分呢 那他又比不上我們的飛劍 飛劍目前應該是PVE最強的一個屬性加成了 所以基本上PVE就是會用焚擊破星 那PVP奴守就是用這個坐騎 所以呢這隻藍女王他的主動效果 基本上對奴守來說呢 是用不太到的 那至於說如果對戰士來說的話呢 他比不上這個焚擊破星啊 所以他的主動效果嚴格來說呢 也只有比白虎好一點 但是呢是比這個焚擊破星還要爛的 所以以現階段來說呢 這個藍龍的主動技能 要上不上要下不下 所以這個比較一般般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一般般 但他的被動效果就有點厲害囉 坐騎只要擁有 就是你只要擁有他有抽到他 你就可以去獲得到爆傷加成40% 那這個40%不是只有加40%喔 他實際呢會加到面板80%的爆傷 那80%的爆傷 嚴格來說其實影響的屬性是差蠻多的喔 是比你的那個痊癒攻擊增加10% 還要來的更強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像之前我們有講到說 如果你是大課長嘛 那就要去課這個冰雪千層塔 為什麼 要他的神器擁有效果 全域攻擊加10% 那這個藍龍他的被動效果 爆傷加成40% 是會比這個全域攻擊加成10%還要來的更厲害喔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大課長的話 就一定呢 要來把他給課出來好不好 去拿到這個爆傷加成 那如果你今天還有龍的一個情況下 就是同伴你有龍 那這個龍呢 可以再加成你的這個50%的一個基礎爆傷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同伴有帶龍 那這一條龍呢 你穿上去40%的爆傷 就會變成加到100%啊 所以影響的幅度呢 算是還蠻不錯的喔 對於大課來說 那至於說中課玩家呢 就可以稍微的考慮一下 看你有沒有多餘的預算 要不要去把這個80%的爆傷 就拿起來這個樣子 那至於說小課玩家呢 還是以輕流為主啦 還是慢慢的囤輕流吧 好不好 那至於說這個爆傷40% 我覺得對小課來說 還是比較遠一點的東西啦 所以我覺得小課玩家不必考慮 那中課玩家可以稍微的考慮一下 那大課玩家必拿 那最後呢 我們這邊借到了這個李董的帳號 感謝李董出借帳號 那我們來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呢是加40%的面板爆傷還是80% 因為有人說面板只會加到40%喔 那我們這邊呢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爆傷的係數是來到了1940% 那我們去把武魂的爆傷給解除掉 然後呢再去把我們的這個 符石裡面的爆傷給解除掉 OK那這邊就沒有加到爆傷了 然後武魂也沒加到爆傷了 再來最後一個還有加爆傷的地方呢 就是覺醒 那覺醒這邊他把爆傷升到了81.8% 那81.8%他的面板會乘以2 所以就是81.8對不對 然後乘以2 他面板會加到163.6 那我們來核對一下 最後的屬性對不對 好 那這邊呢我們用 欸怎麼斷線了 被迫下線 OK我們再重新的來登一下 順便呢來跟大家講一下 阿貝在玩這個孤勇者 都是用Blue Stacks 5模擬器 那我覺得用起來還蠻順的啦 我基本上通常都是用這個模擬器 那也會在下方的連結 貼上這個下載的連結 讓大家能夠去下載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說 163.6嘛 那現在是443.6%對不對 那我們等於說443.6%去減掉163.6 OK 剛好最終的這個爆傷呢 是來到了280% 那扣除他原本基礎的200% 最終的爆傷是加了這個80% 這邊就沒錯了吧 所以這一條藍色的龍呢 我們的藍鋁王 他的40%爆傷加成 加到面板呢 一樣喔跟這個咕咕雕像 跟武魂 還有跟我們的這個附魔的這個符石 都是一樣的會乘以2 然後加到這個80%的面板上面 所以對於這個大課長來說呢 我覺得是必課的 因為他的效果 我認為啊 是比10%的全域攻擊還要來得好 因為畢竟說這個加全域攻擊的地方啊 現在越來越多了 我們雕像本身呢 也要去洗這個全域攻擊 然後現在武魂也有全域攻擊 這個粉色的武魂 所以現在你看光基礎的全域攻擊 我們就已經來到了100%多了 那這個屬性呢 如果加的越多 他的效益就會越來越少 就像你一開始加了10% 跟你已經有100%再加了10% 那肯定是一開始加了10% 所帶來的效益是最高的 所以呢 現在已經有慢慢遞減了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這個爆傷呢 這藍女王的爆傷呢 如果是大課玩家 一定要把它課起來 那中課呢 也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爆傷 只有對這個奴手 還有我們的戰士有用 所以如果你是法師玩家 那就不用課了 因為這個爆傷加成呢 對我們的法師來說 是完全沒有用處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呢 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要趕快的去把它還原一下 不然它等一下登上來 怎麼戰力少那麼多 OK 爆傷 1940% 真的很香耶 而且他還沒有龍啊 他超衰的 他已經把這個技能抽好充滿了 不是這個技能啦 把這個同伴抽好充滿了 還沒有抽到龍 給大家看一下抽多少 他已經抽到 MAC死了 好不好 超級誇張 超扯的 所以大家呢 如果還想要拼龍的話 可以自己稍微的思考一下 有沒有這個必要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 好飛喔